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四题 第四题呢是一个蛮有难度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足够长的光滑水面上放了两个质量相等的物体A和B A呢人家的一个轻弹簧而且处于静止状态 B呢以速度V而朝A运动 当B和弹簧相互作用的时候呢 两个物体始终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A和B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呢 他们的速度和动能随着时间怎么变化的 这个题目反正教研给我的题目有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很多题目是教研给我的 因为统一大纲嘛 之前高一高的题目全部是我自己手编的 而是B找的题目 我们不管它啊 我们直接讲知识 所以这两个组肯定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呢 你会发现它肯定是有一个物体 B这个物体是吧 它速度是V0 在接触之后呢 弹簧对A的支持力是这个方向的 对于B的力是这个方向的 所以呢 肯定B是减速的 A是加速的 所以B的动能会变少 A的动能会变大 到这个点就供速了 供速之后呢 会有一个问题啊 你会发现供速的时候 它们的动能都是二分之一倍的EK 这就有问题了吧 在供速的时候呢 弹簧是被压缩的 所以一开始它的动能EK0呢 分成了三部分 A获得了动能 B获得了动能 弹簧获得了弹性势能 所以呢 A和B获得动能都小于二分之一EK才对是吧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是吧 它获得动能是四分之一EK 它获得动能也是四分之一EK是吧 弹簧的弹性势能在那个时候正好是二分之一EK 三者之和等于EK 所以A和B在共速的时候等于二分之一EK 肯定是错的 最后第一次我们选D 其实呢D其实很好解释 什么解释呢 弹簧一开始是被压缩的吧 所以呢它会提供朝外的弹力 所以B减速A加速是吧 B减速A加速 因为弹簧的压缩量越来越大 所以支持弹力越来越大 所以加速度越来越大 加速度越来越大 在这个点就供速了 供速之后呢 弹簧从收缩变成效果扩张 但是仍然是弹力是吧 所以呢继续对A加速 继续对B减速 到了这个点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正好完成了一个交换 什么交换呢 在这个点的时候呢 B的速度变成0了 A的速度变成V了 弹簧呢 恢复啊 原长了 所以选择四级选项 如果你学过选修三纲四这本书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实际上 这是一个什么线啊 这是一个什么线啊 实际上 这两个线都是正弦曲线 当然你认为是余线曲线 也是可以的啊 它的振动其实就是相对于它们的重心 一个减携振动而已 是吧 具体的内容呢 我们就不多讲了啊 这是我们的第四道题 题没有问题啊 第五题 好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五道题 如所示呢 在光滑的水面上 放有ABC三个物体 质量分别是A是两千克 BC都是一千克 用一个轻弹簧 沿接ABC两个物体 现在用力缓慢的压缩弹簧 13个物体靠近 外力中 712脚 然后释放 释放之后 BC分离时候的速度大小是多少 首先我们得确认一点 就是我们压这个三个物体的时候啊 做工做了72胶 这72胶的能量跑哪去了啊 是给了三个物体动能吗 好像也不是啊 是吧 缓慢的压缩 没有动能啊 其实呢 这72胶的能量 变成了残簧的弹性式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什么时候 BC发生分离 如果在一条线上运动的话 分离的这个瞬间 一定是这样的啊 两个物体之间 不存在作用力 两个物体的加速度 速度是一样的 这个很好理解 是吧 两个物体的加速度 还是一样的 那有人可能会说 加速度怎么一样呢 你看C的加速度应该是零 是不是 分离之后 它就水平方向不受力了 所以C的加速度是零 要不更好解决了 那说明B的加速度 它也是零啊 说明弹簧在什么状态 弹簧处于原长的状态 弹簧处于原长的话 弹簧就没有弹性式能了 所以所有的弹簧弹性式能 72教全部都释放出来了 所以它们的速度是V 根据动量所谓 水平方向的动量是零 是吧 所以它的速度也应该是V 没错吧 两个速度大小 应该是相等的 这样才能保证 水平方向的总动量是零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它们的总动能 应该就是弹簧一开始的弹性性能 所以呢 二分之一 乘以四千克 总质量是四千克 乘以V的平方 等于七哨交 七哨除以二等于36 V等于6米每秒 所以呢 分级时候啊 它们三个的速度都是6米每秒 那么再看看我们的T 这里的第二位啊 这个PPT有问题啊 说第二次被压缩的时候 弹簧具有最大的弹性性能是多少 我们可以先写一下啊 在B非分离之后呢 C就朝右做运速直线运动了 朝左啊 那B呢 由于被弹簧拉住了 没办法追随C的脚步 所以呢 跟C就没关系了 后面就是A和B两个人的故事 那么这个问题 如果你要分析后面的运动学过程 还是挺麻烦的 是吧 怎么个麻烦法呢 首先呢 弹簧后面会被拉伸 拉伸之后呢 会有拉力 A呢 朝右是减速的 是吧 B呢 朝左是减速的 一直到某一个时刻 它的速度是0 所以说 它仍然有朝右的速度吧 继续给它减速 但是呢 把它呢 也朝右开始加速 A就到某一个时刻 它们俩共速了 共速的时候呢 是弹簧的长度最长的时候 然后呢 然后呢 A呢 继续朝右减速 但是呢 B呢 变成了 朝左 加速 而这个过程还是挺麻烦的 所以如果你要分析我们这个运动学过程 它加速减速 加速减速 不断的夹杂着运行 很麻烦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 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怎么个理解角度呢 它说第二次被压缩的时候 弹簧具有最大的弹性是呢 弹簧具有最大的弹性是呢 那么弹簧 它的长度是不是应该是最短的 没错吧 被压缩的弹簧具有最大的弹性是呢 说明此时弹簧的长度是最短的 弹簧的长度如果是最短的话 那么A和B的速度应该满足什么关系啊 A和B必然是共速吧 因为弹簧的长度在最长的瞬间 它们俩应该是共速的 在弹簧长度最短的那么一个瞬间 它们俩肯定也应该是共速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此时的速度给算出来 比如说共速的速度是 V 2000克乘以6米米每秒 再减去它是1000克乘以6米米每秒 所以一开始它们的总动量 粗动量等于莫动量 等于3000克乘以V 所以我们能算在V等于多少呢 12减6等于6 6度3 2米每秒 所以它们在朝右共速的时候呢 速度都应该是2米每秒 都应该是2米每秒 是吧 这共速 这时候呢 我们的弹簧 既有可能是最长的 有可能是最短的是吧 如果是最短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一开始的总动能是不是这么多啊 这个 二分之一 它们它们总质量是3000克啊 乘以6 6的平方 一开始的总动能是不是这么多啊 等于 等于 看一下啊 54脚 希望我们有三处 一开始的总动能是54脚 在它们两朝右共速的时候 总动能又是多少呢 二分之一 总质量是3000克 速度都是2是不是啊 二的平方 6脚 没错吧 会损失掉一部分动能是吧 损失掉的动能率多少呢 54.6 48脚 这损失掉的动能就变成了弹簧的弹性性能EP 所以答案呢 就应该是48脚 能理解吧 实际上呢 这个48脚不但是弹簧在 被压缩时候 具有最大的弹性性能 眼睛弹簧被拉伸的时候 具有最大的弹性性能 因为拉伸最长的时候 是两者共速的时候 也是弹性性能最大的时候 压缩在最短的时候 是两者共速的时候 也是弹性性能最大的时候 算出的结果 是完全相同的